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官员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主席 我们就请那个主委 请个陈主委 那个陈主委请教一下 那个今天那个《公康时报》有讲说 你那个那个IFHA的那个心智 就对那个不动产要踩那个成本列帐 当然你们认为说 因为以IFHA来讲 它是应该要用市价来列帐 那你说因为是我们的那个不动产的那个估价师 他们有时候估价的话不是很正确 而且还有一些争议嘛 所以认为说应该要踩那个成本为路障 那假如用成本路障 我们主要是要你要踩起IFHA 主要是要让那个财务报表能够接近于市价 接近于那个 就让他很真实的呈现他当时的一个财务状况 可是那你采取成本列帐的话 那是不是会使得那个一个报表的一个失真啊 那跟国际上的一些人 那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怎么说叫做说跟国际接轨呢 对 对 他这个部分 IPS并没有限制说一定要按照实价入障 他其实是两个可以选择 对啦 成本法跟实价法 我知道了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面 我们 应该说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倾向而应该还是用成本入障 因为现行的制度就成本入障 就是这样子说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财务报表能够接近于就现实的一个状况 就能够允荡的表达他当时的一个财务状况 财务的一个状况的情形 那所以你说成本 你存货的话 你也是采取成本跟市价输低化 或是什么东西 就让他也接近于跟他实际上的状况 那像很多的一些资产的一个成本 有些二三十年前买的 其实已经完全很失真的了 那当然你们说只要采取要用成本入障 你主要的理由是说 哎呀那些鉴定师 资产鉴定师 那每一家鉴定师都不一样 那造假是应该是要严格去管控 那些资产鉴定师 让他们要负起他们相当一个责任 或是说他们应该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些有比较有专业性 来把他估的比较正确一点 那么来作为路障的依据 而不是说 你刚刚就说 因为他们估价的不见得很准 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而且怎样 所以你在说 我就一定强迫用成本 那这样是不是 这也不是单纯这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他如果说有一些自用的资产 这些资产 他本来就是他的生产设备 这些设备本来就不是要用来变现的 这是一个考虑因素 另外考虑因素 您刚刚提到只是说 因为估价是问题 倒也不是 其实也牵涉到我们国内 不动产的变动太激烈了 罗伟我想你也很了解 我们的不动产变动那么激烈的话 他在呈现的话 很可能如果说你一直跟着市价走 第一个市价的行情不容易掌握 第二个 这样子造成的变动 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财务的安定性 也可能影响到财务报表的这个允荡的表达性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考虑 那本来你这个完全按照市价或者是完全按照成本 这中间在这个IFAS上面 它本来就是有一个你自己可以决定的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是还要到六月 我们六月初会再办一个公平 所以您的这些意见 我的意思是说齁 其实这个不要用强制的一个规定 你例如说好 那当然你自用的 或是他要变卖的 或是他要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让他整个的一个报表 能够比较接近于他真正的一个状况 这样才是比较 而不是用严格的去规定他 那所以我再请教你齁 那当然那个南山人寿是大家都蛮关心的 你看看他的整个 他的整个的一个有四百多万户的保护 那资产差不多一点八兆 那员工三点七万人 那他海沙现在目前还有六点一兆的保险合约 那五千五百八十八亿的国债的持有者 那当然我倒蛮支持你们的 我是支持你们是说 其实你说南山人寿这个你不解决的话 那其实对南山人寿的一些员工啊 保护都很不公平 他现在整个业绩整个在那边下降 他的业绩整个在那个 而且人心惶惶走上街头啊到那个 都都其实是对于整个的一个一个 假如说没有赶快做个决定的话 那你对于他们来讲 甚至于对保护对员工去都是很不利啊 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国家都不好 那你们提出来的 提出来的就所谓的六大 你说好 你们有时候 六大不见得要见 你说缺义不少 我是蛮支持 就是说你采取 比较严苛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条件出来 你只要符合到 符合你 你只要符合 那你就准嘛 没有办法符合 那你就不能让他符吧 可是你这个六大主则当中 你也不能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模糊的空间 比如说你六大不见要见里面 你有时候论程他要提300亿的现金或等值资产 到主管机关认定的保管账户去保管 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你就要保障这些保护保障员工的 所以你要他提供一个担保在那边 也或者说他将来要增资嘛 你怕他 因为他马上 你只要谁进去接 马上就会面临到增资的问题嘛 那现在你要面临增资 那你现在大家都在迟说 那你这个300亿 那现金没问题嘛 那所谓300亿的一个等值的资产 那什么叫做300亿的等值资产 那他等值资产是说 他是不是可以花行商业本票 他就从银行取的一个本票去借钱 那那个本票拿出来担保 这样就可以了吗 所以你的等值资产 你的定义 你们认定的方法是什么 对 这样子的 就第一个我们当初要求的 现金等值资产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可以接受的其他的方式 那这是详细的内容 那另外第二个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等值资产 这个资产的意涵是什么 我想如果您也是会计专家 资产在会计学上面 它有很清楚明确的定义 那所以要符合资产的定义的话 那是很清楚的 那倒是没有某无的空间 资产就是他等于他的所谓 按照我们的财务会计准则公报 第17号解释嘛 就是你的等值资产就是 约当现金嘛 那现在当然他去存 当然他是可以用他论存的名义 他去银行借钱 那当然这个债务 对南三来讲坦白来讲 你说你不管他的钱交 对南三来讲 他的钱怎么去借 怎么去弄 他存到银行去 对南三就有保障了 可是相对的不利的是他 他原来投资的那些 等他的资产的增加嘛 他去借钱 他去怎样 比如说认成的六大股东 他们去或用他股东的股票 或是他用他 用他个人的关系 去发行了一张三个本票 由银行担保 那或是说什么 拿到一个保管账户 那相对你们讲说 哎呀这个放在保管账户里面的利息 他的知息的话 会也是归认成的股东所有 可是他像也没有利息啊 他等于要去跟银行借钱 他反而会增加了 我给他算过 他会增加4.5亿的利息支出 那这一步那是变成他股东要负担的了 那等于对南三人数来讲 他只要拿商业本票 他进去 他没有影响啊 他保障了 可是对于认成的股东 他就有影响了 他增加那么一大笔负债 那将来不能还的话 是不是他们那些人要去负责 还是说将来他会想办法去把南三的资产 又掏空的方式又掏回来 或怎样 那这个都要很甚甚的 而且你也讲过说 他的负债比例不能够超过几成 那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管制 或是对于他可能 会他所拿出来的等值的资产 是用借的方式 或从银行保证的方式来处理的话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还换他这样子做 还是说这样是根本不行的 跟罗文报告 这个南三这个案子当然影响很大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 那也很多建立 那您刚刚的意见的话 您这些顾虑点 当然也是假设性的 假设性的 不过您既然有这样的顾虑的话 我想我们会 也这样子拿小组去注意这个事情 对啊 这不是我顾虑啦 因为大家都 这个不是我顾虑 全部的人都这么想 就300亿等值资产 那等值资产这个 模糊空缺很大嘛 你假如你现金 你说300亿的现金 我是想包括南三的员工都一样 都希望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能够好好的经营下去 那大家会对认诚 或对很多人质疑蛮多 其实 我之前说 你不管他怎么样 只要你真正对南三有 他假如说好 大工全部都掏钱出来 所有的认诚都拿钱出来 都那个不是去借 不是去那个 我们乐观其成 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你只要保住 不是说 人家他进来的 不是要永续经营 只是说他那么多的资产 把他当作一个肥羊 将来把他掏空 对他的保护 对员工 还有对整个社会大众 其实对整个 整个的 我们的社会 其实也是很不好的嘛 所以大家关注的是在这里 啊谁有能力 符合你们的条件 我觉得说你既然 其实坦白讲 你那个条件还蛮柯的啦 就是说 互合你 你们那个什么 六大补借的原则 假如说能够符合到那边的话 那真的不是去借款来借的 不是去那个来借的话 能够符合那个的话 那钱就要该阻人家了 借若委员的指教 对不对 您刚刚提到那个意见的话 那就是说您担心 就是您给他六大 这个我们的要求的条件 那既然是我们自己要求 我们当然会 来这个贯彻啦 对啊 因为你说好 那他们借钱 那有没有经过 认诚的他那几个六大 投资的股东 他们董事会有没有通过 那保证是什么样的保证 还提出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相关的 要有年代去看他啦 比如说 他将来他三百亿 他是从银行借的 他是提供什么样的担保 难道他是提供他 大陆大人花的股票吗 那未上市公司的股票 他能担保吗 还是说 他将来 他的估价是怎么估的 我觉得这个都要注意啦 这个这个 因为毕竟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人家 符合 不要有任何模糊空间 只要他符合 有保障可以 那你就该组人家 你就该该 那没有符合 没有符合这个要件 不能有任何模糊空间 反而你会害到 那么多的保护 那么多联工 反而是很不好的 是 是 谢谢